量子的回升,当计算能力接近全知,我们人类准备好了 大家好,欢迎回到搜索新语 202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谷歌量子团队的老将叫Michael Deverett 他分享了三分之一 这位在超导量子比特领域深耕多年的老科学家 一句话就定义了他的成就 我们听见了量子世界的回升 这听起来有点失忆的 但其实这是一个计算室的转折 谷歌团队刚刚在一篇名为量子便利性的边缘 观察到建设性干涉的论文里边 证明了人类的量子计算机第一次在可验证的条件下 超越了世界上最强的超级计算机 如果说2019年量子优越性像是一个实验性的宣言 那么这一次他们就给出了无法反驳的证据 优越性这个词吧本身还是带着争议的 它的英文叫quantum supermassive 量子霸权是吧 这听起来更像一个科技冷战的隐喻 理事问题就来了 如果当计算能力接近全知 如果一个对人民不友好的政府 是否也能因此看透一些隐私呢 如果预测未来成了一种武器 那么我们还有自由呢 所以要理解谷歌的这次突破 我们得先理解一个听上去有点悬的这个概念 叫量子混沌 在经典世界里边 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现象 叫互蝶效应是吧 一只互蝶在巴西山东翅膀 可能导致德州的飓风 你不管是美国的德州 还是山东的德州 说的其实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系统对初始条件极度敏感 那么哪怕是细微的误差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都会被无限放大 变成完全不可预测 这个系统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而在量子世界 这个效应就更极端了 科学家发现什么呢 在一个复杂的量子系统里边 比如有几十个量子比特的 相互作用的网络里边 信息会以指数级的速度扩散 困到你根本来不及跟踪 哪怕你就是说测得再精确 一旦系统也换了几步 你再也不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把这种现象叫什么 叫量子便利性 就是quantum ecticity 直觉上它意味着什么呢 量子系统自己会遗忘自己 就像你往海洋里的滴滴滴墓说 它并不会消失 只是被彻底的稀释无法找回了 那科学家是怎么让这地墨水 重新聚集呢 他们想到的办法呢 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技巧 叫时间反转 time reversal 想象我们拍一段 这个球落地弹跳的这个视频 如果你倒放的球会精确的 弹会到你手中 在量子实验里边 科学家呢 也尝试导带这个时间 先让系统啊 自由的演化一段时间 再施加一个特殊的动作 让它沿原路返回 这种神奇的过程呢 就被称为量子回生 quantum echo 如果系统真的能倒回去 那么那些看起来丢失的信息啊 其实就从没有离开 要验证这一点呢 他们用到了一个强大的数学工艺 叫OTOC 这个方法 不要和OTC混到一块啊 不是药片 那全称是什么呢 叫autometime order correlator 中文意思就是离时序关联函数 它让我们能够听见量子系统的信息 是如何随着时间被打乱 再聚焦 我们不用记这个名字啊 只要知道它是一种听回声的方法就行 而这次谷歌使用的版本啊 叫OTOC的二阶形式 它相当于啊 让时间反转两次 再比较来回两趟的信号变化 这个就不仅啊 能够探测系统 它是不是能够回忆起自己 还能测出你回忆的清晰度 你在这次实验里边 谷歌量子芯片啊 就观察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 叫建设性干涉 constructive interference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 在量子世界里边啊 系统的每一种可能路径 都像一个独立的规律 哎 那他们演化的时候啊 有些这个 这些旋律啊 会相互抵消 哎 有些 这个 就像噪音一样了 但某些罕见的情况下 他们会奇迹般的合拍 产生远超单独政府的 这个强力信号 哎 这就叫建设性干涉啊 谷歌团队发现啊 在65个量子比特构成的复杂体系里边 这些协奏路径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量子回路 他们称之为 大环 large loops 在这些大环的干涉点上啊 原本已经分散的量子信息呢 突然被聚焦回来 哎 换句话说呢 就是一瞬间 哎 我记起我自己了 我是谁 我是来自哪里 我要去哪 是吧 保安都要问的问题 这个听上来 有点哲学 有点悬 是吧 一个系统在混沌的边缘 竟然可以凭借自身的量子规律 产生一种记忆的回升 这就是意识的最原始的物理初心 谷歌使用了一个名为叫 C.2的量子处理器 他们在65个量子比特上 完成了对OTOC二届的这个测量 他们计算了一个关键量 叫离对角四节相关量 不要被这个符号所吓到啊 他就是来衡量这个回升的强度的指标 结果是令人震撼的 即使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美国的一个Frontier 是吧 要精确的模拟这一次实验 也大概需要3.2年的时间 而谷歌的量子芯片 只用了两个小时 所以两者的计算效率啊 差距是一万三千倍 这就意味着 人类第一次在可验证的任务上 真正实现了超越经典计算的 这个量子优势 所以这里关键什么的 就是可验证 谷歌提供了高于2的这个新造比 这就代表着实验数据是真实可重复的 而现有的任何经典算法 都无法以同样的精度 重现这个结果 那有人会问了 那这有啥用啊 这不还是理论吗 是吧 当然不是了啊 这个实验就展示了一个被称为 哈密尔顿量的学习的概念 哈密尔顿量啊 是物理学里边描述 系统能量和演化规律的这个核心方程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宇宙的代码 谷歌证明啊 通过观察量子的回升 他们能反推出系统中的一些 关键参数的精确值 就跟NII通过缺取语料 学会语法一样 量子键剂机呢 也能通过干涉的模式 学会自然规律 这就意味着呢 未来啊 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设计新材料 发现新药物 甚至预测新的量子现象 就像每一次的技术飞跃啊 这个背后也有光芒的阴影一样 量子计算的另一个含义是什么呢 所有啊 所有依赖数学难题的这种加密的方式 理论上都不安全 我们今天的加密系统 比如说比特币钱包 银行的交易凭证 令牌是吧 网络通信都这些安全系 都依赖于一个事实 分解大数非常难 一旦量子计算机规模足够大 著名的12算法 就能轻易的破解这些密码 也就是说呀 如果未来的某一天 如果有个国家掌握了 几百万量子比特计算机 那或许啊 能瞬间解开全球大多数的加密通信 世界就对它插开大门了 这不是科幻啊 而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力现实 于是问题就变成什么呢 科学的进步你是属于人类呢 还是属于掌握算力的少数人 那当算法啊 能够预测社会 疾病 金融 乃是政治稳定 谁来监管这个预测未来的人呢 今天的量子计算啊 已经是全球最激烈的科技竞赛之一 美国阵营就是谷歌 IBM亚传 这些科技技术在领跑 那中国呢是在光量子和超导量子领域啊 同样取得了世界级的成果啊 中科院中科大 欧洲 日本啊 布加拿大也在快速追赶 那有意思的是啊 这个竞争的本质并不是谁更聪明 而是呢 谁能让量子比特更稳定 更长寿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 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努力的造出一个不会忘记的电子 只有当量子比特啊 能够稳定的保持记忆 量子计算机才能真正变得可编程 可过展 可容错 才能用 所以这是一场科学的角逐啊 也是一个哲学的较量 科学家们呢 在追求真理 国家呢 在追求安全 但是两个边界是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加着交叉在一起 谷歌这次团队的论文 那个标题叫什么 Observation of Constructive Interference at the Edge of Quantum Audacity 刚才我们执意就是在量子混沌的边缘 观察到建设性干涉 但是它更像一个诗意啊 这个建设性干涉 它不仅是物理性现象 也可以理解为我们人类理性在混沌世界的努力共用 也可能这才是这个研究真正的意义 就是今天告诉我们量子计算能做什么 而且提醒我们 当科技的这个回声 记忆回响越来越强亮 我们必须听清楚啊 这究竟是科学的乐章 还是权力的地狱 好吧 这就是今天啊 关于谷歌的量子团队发表的一篇新论文 量子计算机超越超算的 可验证的这篇论文 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剧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